有些你要溫馨的安排 或是說讓人家覺得好溫暖 其實過去民進黨 有操作成功過 這次本來溫馨阿公 送給溫馨孫女的故事 就是那個台灣的眼睛 真的是大逆不到 還有這個什麼平面報紙 甚至女兒可能都要講一下 恆生枝節太多事情了 可是因為先前 有一個成功的案例 我們看到不是 記不記得好像在9月的時候 那時候可能是 漢光演習比較頻繁的時候 好像有一個鴻湖的海軍的部隊 本來要訂了88杯的飲料 結果因為臨時要出任務 棄單了 然後隔天 真的 蔡總統就出現了 很溫暖 然後就送上來 150杯 這棄單你不用擔心 我幫你買回來 然後還說這個勤務辛苦了 國家感謝你們 蔡英文上 這聽起來真的是 滿溫暖的故事 的確大家也都非常感動 聽說那時候不是有 聲量看政治這個臉書社團 他就立刻做 蔡總統的好感度是73.42 對 有的時候我必須講 政治人物難免會做一些宣傳 像這一次這個 其實我必須講 這是一個成功的宣傳 因為雖然我們都知道 這是假的 誰好 因為對一個總統來講 他也不會真的去買這個飲料 這也都是下面人負責攪拌的 因為他只要動動嘴皮子就好 甚至這個嘴皮子 搞不好都不是他動的 因為搞不好是 丁運工 丁一鳴這些幕僚去動的 他只要坐在那邊 接受一切的成果就好 這些都OK的 我當時其實在罵的是誰 我罵的是國民黨的 國民黨這件 怎麼沒有想到 對 澎湖現場還是你們自己人 對不對 你們怎麼沒有想去做這些東西 把這個果實給他拿走了 店家也配合 就說很驚訝 蔡總統怎麼會來 然後蔡總統就掏錢出來說 我是來付錢的 可是有網友真的 一點都不溫馨 他就還在那邊 當什麼鍵盤柯男 我覺得太嚴肅了 他就說 你看禮拜一早上 看到飲料店的新聞之後 他就算一下 總統府的創意文案 就你剛才講的什麼 丁允公等人呢 他可能先花了一兩個小時 要上報給老闆 就算用LINE來看的話 就蔡總會看到LINE 好 可以這樣來玩 中午之後 要發包印這個貼紙 這個貼紙要印100張 訂到圖完成了 再要花兩個小時 然後印好收到快遞 都接近下班的時間了 然後而且這個是在澎湖 澎湖好了 然後你這個要貼上去 其實飲料 剛弄完的時候 他還沒有很多的水汽的時候 你要趕快貼貼貼貼 然後貼貼貼 不可能是店家 一定是店家貼的 不是國民黨 不是國防部的這些小兵 一杯一杯貼 然後又不能在鏡頭前面貼 所以說他預估 其實這個代表 在上午10點到11點 就是隔天 就是新聞出來 之後蔡總統說 店家好驚訝的時候 早上就已經要把貼紙 送到店家手上 你看安排好的劇本 事先籌劃 這麼簡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說 你拿到飲料 大家很感動 其實是需要 幾乎一個半天的工作天 所以我回頭要講到說 這次難怪這次蘇院長 其實心裡可能會有一點生氣 就是看到蔡總統 就做出這樣子溫馨 我也來做一下 就是被這個編號 03722403 整個都毀掉了 其實我必須講 我剛剛已經說過 政府要做這些宣傳 是難免的 可是我說真的 我到今天才知道這個是硬的 我以為他是用手寫的 我以為蔡英文總統 才150分而已 寫起來沒什麼 這個東西也要用印的 你會不會太懶 而且你發包給誰 不會發包給我們阿浩貼紙哥 應該不是吧 我想很難接得到單 你就為了這種 你還要趕快去找人來印 150張自己寫一下很難嗎 老實說 其實前面這些字都不需要你寫 你只要後面簽名就好 你連這個事情都來 簽150個名字 也不過寫450個字 蔡總統很忙 你這個簽太多了 我覺得這個 我知道蔡英文總統 比較嬌貴 這種東西 我絕對不會想要去找人印 因為找人印真的是超級沒誠意 除非是你的習近 那當然另當別論 可是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當然是一個 政治操作 一個宣傳操作 蔡英文操作得好不好 至少在當時的表面反應 是OK的 可是蘇貞昌就比較失敗 所以我覺得蘇院長 你要好好檢討一下 蔡英文總統是不是有留兩手 很多東西沒告訴你 因為我看起來 你們用的梗圖 看起來都同一個團隊做 可是是不是私底下 蔡英文總統暗砍 你現在要趕快去追究一下 到底被暗砍的是什麼東西 是不是有一些東西 是根本蔡英文總統在陷害你 你要趕快抓出來 不然你這個位置真的坐不上 對 我要先回到上一章 因為其實台北市長柯文哲 當然是民進黨現在狂打的敵人 他對蘇院長其實也有話說 他常常每次都是對蔡總統 但他這次對蘇院長說 有什麼老闆 就有什麼樣的發言人 當然考試的就是說 你看之前第一名出事了 現在蘇院長 你看也這樣子狀況 不過講到這個 兵哥其實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有點緊張一下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 我認識一個市府的發言人 最近非常嚴厲 對我非常嚴厲 也要求非常高 然後我就看到這句話的時候 突然自己心裡嚇了一跳 會不會就是應驗 有什麼老闆 就有什麼樣的發言人 其實我必須說 當然我覺得2020年 好像是發言人出包年 一大堆的發言人全部都在出包 行政院的出包 總統府的出包 台北市政府出包的更多好不好 你柯文哲你自己有好幾回發言 我真的不太好意思講 因為你好幾回發言 其實跟我是滿好的朋友 有一個跟我特別好 所以你怎麼好意思去講這句話 會不會太好笑 其實柯文哲搞不好是在暗示 你們不要看我平常這樣 好像阿伯這樣 其實我就跟那一發言人一樣 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那柯文哲 發言人OK 你的發言人是很有情趣的發言人 對不對 發言OK 然後感情生活滿豐富的發言人 所以我不知道柯文哲 是不是在暗示大家這一點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我對阿伯真的是刮目相看 對 當然他這句話 其實主要還是該考試書院長 當然 第一名 但是我們講說政壇 誰不跌倒 就是常常來來去去 公房都有 不過我們今天我們看到 現在流量4萬4 大家記得馬千惠在我的肩上 以外現場其實也多了一位女神 他是要我說介紹立院女神 佩萱今天也來到我們的現場 來一下 好 現在開始瞬間回聲 對 我來觀察 我來做一下社會實驗好不好 不行 我們的兵柱先不要走 對 兵之柱對不對 兵之柱先休息一下 讓他喘口氣 佩萱我問你一下 你看他鄉音 你看他我就鄉音 對 我看到老鄉 我有點緊張 激動 我問你 這個原本昨天蘇院長 他在講說有人多事多此一局 可是今天聽說 在立法院他改口了對不對 其實我們好擔心 因為我們昨天聽到 有人多事的時候 要是我是他的員工 我這個腳都在發抖 而且我們還差點幫他交際科的科員 打開104 要趕快幫他找工作 有人多事這四個字 這很重 老闆講我會怕到不行 我會先自請離職 不然就是自己切腹 真的 所以現在你的老闆 還沒有講你多事對不對 目前還沒有吧 還是幫我問一下 但是他今天我們又問到說 到底 我們家問宣問的 他說你說昨天有人多事 那到底有人是誰 對 有人是誰 他說有人是我 今天說有人是我 洗話 是我多事 買漫畫 都是我不好 對 還滿不像他的 怎麼了 不是 因為之前大家都想說 你都把這個 好像信工的事情 牛肉麵的事情 先怪罪一個店家 然後店家現在不能怪罪 然後大家說你看看 你又拿小科員 來出氣 來頂包 所以現在好啦 我承擔 是我多事 但是我今天問說 沛軒 有人多事 你知道是什麼多事嗎 你要講那個爛梗了是不是 誰多事 是我多事嗎 是滋耳多事 但是你知道 這實在太冷了 不是 因為我們在化妝間聊天的時候 我們講到滋耳多事這件事情 那沛軒馬上就get那個點 就是說 不用特別強調我有get到嗎 就是他就馬上了解說 國哥 因為旁邊我們有一個 1990後出生的妹妹 還問說 滋耳多事是誰 對 滋耳多事是 然後 但是沛軒真的是不做作的 因為他小時候就是聽國哥 一起生起長大的 就是知道這 知何多事這件事情 我小時候怎麼樣 在眷村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 不是 小時候是 不要不要歪樓 上學的時候都會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們太現實了吧 沛軒一上去 馬上先加一千 加一千而已嗎 謝謝大家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去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